科学必须与宗教合作 今天能够为人类服务最好的利益 最重要的是科学能够与宗教充分合作 因为宗教没有了科学就好像盲人 而科学没有了宗教就好像盲子 科学缺乏道德足以招致人类的毁灭 科学已经变得如同人类发现了一个奇异的怪物 现在好不幸地 这个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怪物变得比人的力量更大 除非它懂得实践宗教道德来控制这个科学怪物 可视人类再不能够控制这个庞大的怪物了 只有单独的科学将会毁灭世界 倘若科学能够加上好像佛教一样理性的宗教 它就能够拯救世界 并且使世界成为乐土 佛教的智慧 基于大慈大悲的心 足以扮演康正科学偏差的角色 未来的文明特别要建立在这个指导科学的宗教精神之上 佛教能够供给现代文明的精神指导 现代科学已经变成其自身产品的奴隶 现在更面对着紧要的危机 在未来佛教必须指出科学前进的方向 爱因斯坦说过 假使有一种宗教能够配合现代科学的重要 那个可能就是佛教了 但是曲解佛陀教义 来到配合近代科学的发现 即是危险的事 因为科学是不断变化的 佛教即是超越时间性的 佛教的教义 不需要时时转变 假使有一个宗教 不被科学所否定 而又不必改变它的教义 即是教条 以配合科学的进步 这个宗教就是佛教 佛教本身的表现上 就是采取科学方法 佛教一直能够与科学攜手 并且激发人类 发现它内心沉伏的潜力 以及发现它一切的环境潜力 如此 佛教不需要神服于科学的看法 佛教可以包容科学 并且超越科学的有限性 佛教可以作为横跨宗教 和科学的思想 大不相同红溝的桥梁 佛教在科学结束的地方 继续下去 与设计 和科学 之为 主席